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看股坛事件 我是司机金的李浩德 在一旁是施永青先生 施老板你好 你好 施老板 今天很多有投资的朋友 都同我新 今个星期外围大跌 差不多美股跌了3000点 其实上个星期早已经跌 上个星期五再上 我说这是反映金融市场 对新冠病毒的扩散能力估计不足 最初只想影响中国 影响中国会对世界影响多大 当时就觉得有限 未必是全球性的问题 现在就不是 一下子去到日本 去到韩国 去到意大利 去到伊朗 最近连南美洲都说有 都不知道传过去 我自己觉得 对疫情在全球的扩散 大家要有思想准备 因为第一个新冠病毒 传染能力是高的 如果日本 韩国 这些都属于亚洲相对先进的国家 医疗水平比较高 医生水平 医疗水平都比较高 它都可以一下子扩散 扩散得很快 韩国现在多到二三百人一天 最新英国拍摄今天是三百多宗 其实中国以外的新新确诊数字 已经比大陆多 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的传播 所以我相信 这种病毒已经去到很普遍 不容易阻挡 因为现在没有那些地方 都很难包含隐性的大病者 已经到处去 现在很多病了 想找源头 找不到 想源头折 已经没有了 世界上还有很多 医疗水平 卫生水平比韩国、日本的国家低 一旦全开 我相信 一发不可收受 也会变成 好像流感 周围都有 即使是一些条件比较好的 例如新加坡 他之前说 都叫人民有生理准备 这种新冠病毒 可能变成流行性感冒 每个人都有 去到那个时候 连新加坡富裕的地方 他都说 去到那个时候 不能和你检疫 我们的医疗系统 怎可能 你电过一下 又将你隔离 他又隔离 谁隔离得这么多 他说 你没有病症 回家休息 集中力量 医治那些重病 因为社会资源有限 谁不知道 怎样是最理想化 但没有条件 所以我怕出现的情况 例如你去到第三世界 是真正的 你重的 可能有时间才有病 藏给你 普通的 在家里嘔吐 最后就看你的免疫能力 是否强 去到这样的情况 经济是否真的 会有很大影响 如新加坡说 他们不会封城 我们对外形经济 靠对外感物联系 才会有生意 经济活动 停止 我们整个城市 就无以为计 所以可能那时候 不是很多国家 愿意付出很大代价 来制约病情的蔓延 不像我们中国大陆 停工停货停市 国安天命 看谁免疫能力强 不过也不用太担忧 因为病毒 都会不断地学习 提升自己的前途 方式就是 降低自己的杀伤力 不要弄坏宿主才行 弄坏宿主 所以我相信病毒的杀伤性会下降 人的免疫能力会提升 将来可能这样去面对 如果不做太多极端的事情 经济上的破坏会少一点 我自己觉得中国政府 这次做得有少少过度 以中国相对穷 不要说穷 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人关是窮的 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去制约病情 围堵病毒 围堵病毒 突显令到英明 代价就很高 不过近几个星期 国内都开始要平衡疫情 以及经济活动 开始恢复生产 未曾可以 中央放声说可以恢复生产 我们很多地方 我们在内地也有30多个城市 有些地方的领导仍然很审慎 我们说要复工 他说你做什么 做地产代理吗 整天要跟别人接触 要沟通频密 我只是打电话 你不要开盘 你不要带人看房子 你带人看房子 我就停你了 不让我带人看房子 怎样做生意 所以到现在 其实国内很多 很多都未做得 你开盘 我们以前开的红盘 都大球场来开 几万人开 几万人感染 比法堂更厉害 所以他说你不要搞 我们差不多两个月 所以 人们估计中国经济 只是0.0%的影响 两个月 如果停购三个月 四分之一 年是没有经济活动 不是没有增长 四分之一年半之二十五 没有经济活动 但不要说不严重 一月我们只剩四成多生意 二月现在看来 只剩十分之一 一成生意 一成生意 有储备有现金 都已经无以为计 我们很多要靠发展商 找数 发展商卖不了房子 不找数 但我要出粮 我要交租 所以内地现在的企业 其实是 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政府如果要救 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它会有多大力度 如何真正落到 有需要的企业手里面 暂时来说 它有先放水 先放水 先顶一顶 放水也有好处 但是放水 足够的事 对整个社会 都有些 但是 是否落到需要的人手 现在的机制下不容易 所以可能一段时间 内地企业的情况 都要留意一下 是的 会造成的情况 就是一些大企业 反而有机会收购合併 地产发展商在大陆 在战国时代 每个城市都有几十个 过百个 现在整一下整一下 可能实大就做了一半 即是淘汰赛开始 淘汰赛开始了 不如最后说一下 今星期香港也有财政预算 希望政府见到经济情况 都有些压力 想着刺激一下 施生 你要判断 会否帮助香港经济 帮助香港股市 我自己说得差一点 现在财政预算是 轮落到被政党借公帑亏损 市民乘机拗着素 你本来派钱 其实以前有盈遇 即是收突 你的需要派给人民 应该的 如果收入少了 你没有条件派钱 收入少 现在是逆周期策略 这个与传统智慧不一致 你也要搞一间公司 你管理公司 会否逆周期 你辞家 你家有个人失业 子女多派给他洗 零用前家 不会的 公司都是收入少 当然是开源折楼 收入少的时候派多些 现在收入少 如果真的要益经济 我认为益企业的效果 比一个人好 因为企业给了钱 他会进行经济活动 会请人 一些人不是要你派多少 派一万 够不够半个月 半个月也不够 人需要有份工作 安安稳稳 所以要保住企业 才对经济有好处 你看美国在金融海啸之后 有没有派给个人 都是去救AIG 救美林 救防利美 都是救大企业 控制失业率 对 那些不倒下 失业率可以保住 社会会稳定 就业情况要保障 企业一倒下 你拖累我 我拖累你 骨牌 现在其实 一个是希望企业能够继续运作 另一个是资产不要过度贬值 通缩不会太严重 现在我相信 要救一些出了问题的行业 有些真的很难救 例如你说 零售业 你少了大量的客人 你现在去救他 多多不够 你只能够真的 淘汰了一部分 剩下那批强的有办法 活下来 所以我自己倾向政府 从救企业 当然现在民粹主义又说 你不够个人不够企业 派钱就立即 连财政司的政治评分都上升 我自己觉得 其实这个时候 政府应该 告诉人 这个着眼 这个时候没有条件做这些事情 做都做不久 应该预计什么呢 预计经济不好 申请社会福利的人会增加 我们就搞好安全网 不要到时跌下网也有个洞 我自己觉得 你一次过派钱 很难思虑周长 你帮人民 靠平时的福利政策 那些就会残杂人士 有残杂人士 按需要 老人有老人的需要 你是按那些 现在你看 一人一份也有 一人一晚 税也有得免 差响也有得减 还缓出商量 你怕以后没得出 现在出商量做什么 供屋又免租金 你惯了手势 每一次都要付 安撫民意多于刺激到经济 政府要被人看到 你是行事有宗旨有原则 你慢慢就会赢得人民的信任 人民觉得你 拗下他又有 惯了以后又要取 有钱又派 没有钱又派 你派钱是万应零丹 你派下派下就知道 不是万应零丹 所以我不想给了个信息 政府派钱就可以搞定一切 始终这也不是长远解决情况的方法 我不用选票 所以可以得失这么多位 对不起 这些不好听 不过希望比较难的情况 就快点过去 今集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多谢施生 各位朋友 如果想支持我们的古壇斯 记得到以后的网站 给我们个赞 我们下星期再见 今次更多赞 点赞